公共电视文化基金会 今天早上由文化部举办了 第七届的董监事审查 前天也提名了14位的董事 跟4位的监事名单 不过尽管国民党团推荐的 5个审查委员都没有出席 早上的会议还是照常举行 不过依据公共电视法 这个董监事的人选 必须要超过4分之3的 审查委员同意 但就有委员提案说 这个法律当中并没有显明 到底是全体还是出席的委员 所以要变更解释 最后虽然是通过 变成了出席委员的 4分之3同意就好 但是下一次再实职审查 给这个没有出席的委员 一点缓冲 不过对此蓝营的林维洲 是不买账 直批这早就违罚 包括一位国民党的审议委员 他说他对这份名单 感到非常的敬佩 无法部长李永德主持 公共电视第七届董监事审查 尽管认为名单纳入多元专家 但国民党五名委员 集体请假只有十人出席 会照常开 但表决成了问题 因为公共电视法规定 董监事要四分之三同意 但没规定母体 上回程序会议共事室 全体委员 各委员对于是否要 新解释成出席委员 争论不休 大多数出席委员同意 但肖心黄 陈东生认为有程序疑虑 谢启明甚至弃权 一度想离席 最后委员才比较有共事 解释通过标准 变成出席委员的四分之三 但下次再召开会议 给没出席的委员 缓冲时间 对此国民党立委 林维州回应 这是狂妄自大 不合法的表决 已经延荡超过一年的公事 董事会要有结果 恐怕还有得等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来关心公共电视 今天要审订七届的董监事 却因为国民党五个委员 集体缺席 导致过不了门槛 对此文化部长李永德 痛批这是政治绑架 来听最新说法 我们都尊重审查委员的 最后的决定 国民党所退缺的审议委员 这个集体缺席 这件事情是 创下了一个非常遏制的案例 那么这个就是赤裸裸的 叫政治绑架 李永德表示 今天的审议会表决 是下次会议在实质审查 但是部长说了 下一次会议时间还没定案 但是公事董监事 已经延到超过一年都没有结果 已经在跟现任的董监事商讨过 由他们延任持续来帮忙 直到新的董监事选出来 而且这可能会是长期抗战 想看更多优质影音 那就移动手指订阅华氏 或是下载华氏APP 一起华氏市选华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